你来啦 你来啦 哎 哎 一鸣 结婚的事情不是都安排好了吗 还有什么要谈的 关于陪嫁的事 我们家想再聊一下 喂 阿世洋 你快点到医院来 带着儿媳妇 要不然 你就 接不到妈了 知道了 是这样子 我爸妈都是 那五万块钱彩礼 是他们一辈子的积蓄 你父母都是医生 二十万赔一价 是不是有点少 怎么也得一百万 你说什么 还有 盛世科技刚刚被京城第一集团 顾四集团收购 我作为公司的高管 今后的工作只会越来越忙 我需要一个人 来给我拿理家务 结婚之后 你这把工作辞掉 来大家相互教职 你好 长相倒是不错 但想娶我条件不能差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现在没工作 但是我会努力 那房子总得有 什么地段有多大 现在也买不起房子 租房子 彩礼你们家打算给多少啊 像你这种条件 彩礼至少要 一百万 出不起 出不起 你个穷屌丝 什么都没有来乡什么钱啊 浪费时间 一鸣 我爸妈已经全款帮我们买了房 已经花很多钱了 一百万我真拿不出来 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向他们开口了 没有钱 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的 你也得为你妈妈着想 结婚情帖都发出去了 她那么爱面子 能接受得了亲戚朋友的支持点点吗 我以为我们两个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感情 就算什么都没有也可以一起奋斗 结果现在 你居然拿我的家人来算计我 这个女生 重 妖卸 情情 身份地位哪一样不重要 你父母能够接受 还不是因为我高管师 如果你这么清高的话 为什么不跟这种出不起台里 还没有工作的同关带结婚呢 你又不认识人家 你凭什么随意评判别人 在我看来 只要他够上进够善良 就算现在没有钱 也是值得托付终身的 这种子很特别 你就嘴一名 你会回来找我 唉 一句 dur 啊 哦 嗯 一个渣男而已 还管你要一百万 不值得你哭道 谢谢你安慰我 只是现在 我就会也结不成了 肯定很多人都笑话我 像我妈这妈要面子的人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去跟她讲了 是这样 我妈呢也一直在催我婚 要不然我们拼个婚 闪婚还是跟一个第一次见面来人 嗯我选的西装就是不错 啊 没想到 他长话硬帅 那些话对你说 谢谢你啊 不客气 给你三天时间 过了 我真是瞎了眼了 今天才发现乔业的真面 谢谢你帮我啊 别担心 我们只是互相帮助合作的关系 不是正前结婚 等到应付完家长 你要是小离婚的话 随时可以 你是不是嫌我太穷 怕我死缠烂打 怎么怪 那有钱人也不一定是好的呀 乔一鸣之前不是这样的 他升职最后变有钱了 就跟坏了 他很有钱吗 他那么有钱 怎么还管你要一百万台里 不过我相信 不过我相信 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一样 你不用担心你穷 只要你肯努力上进 一定会改变宣章 到时候就不会有人瞧不起你 你亲哪啊 哎 哎 哇哎 儿子 这是我的儿媳妇吧 长的真水烈 这是我的儿媳妇 啊 这是你妈 哦 妈 阿姨好 都结婚了 还叫阿姨呢 赶紧叫妈 让我听听 妈 哎 来 这是妈给你见面礼 还有这几套别墅啊 是妈给你送的婚房 你有时间了 去把她过过到你的名下啊 这些别墅都给我 啊 看情况 你家不是要给你了吗 你等一下 妈 你也太夸张了 你儿媳妇 还有 你不是 身份住院了吗 哎 我看到儿媳妇 笔钱好了 再说你是京城 第一大集团 不是京城的大总裁 这些话 有什么不可的假 这不是把吓死他了吗 你等我找个合适的机会 你再告诉他 给你个惊喜吗 哦 我明白了 你现在年纪的呀 真是不玩 哈哈哈 这个礼物太贵重了 我能说 真是个好姑娘 臭小子眼光不错 哎你收下 没事 没事 反正都是假的 假的 那这些古董珠宝呢 99包有 保镖和车呢 我妈请她 数评演员一呗一天 还只有看你嫌我穷 才搞这一套 阿姨妈 其实你不用担心这些 俗话说的好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 这些身外之物我都不 不在意的 真是个好姑娘啊 喂 林芝不好了 你被裁员了 什么 啊好我买一屋来 妈 我公司有点急着 我得先走了啊 那你去忙啊 你这个臭小子 我这脑屁股大能生马 哎呦 你可终于结婚了 哎这是妈呀 请的送付冠衣 让她是你们开的锅 你们 明年生一个孙女 后年啊 十个孙子 三年抱俩 这就叫管家去准备儿童房钱 哎呀妈呀 你老瞎琢磨什么呀 这才哪到哪啊 你看 杜源催我了 故事刚刚收购了盛世科技 我得去视察了 好吧 那你去忙去啊 儿子 加油 收听 我 哎 啊 我 记得 我们身识科技 居然被监练平第一个顾区集团找到了 听说监练不是集团情团 我们公司是啥的 据说不能特别神秘 接手集团不到一年 就取得這樣的成績 我不要好好表現 哎天 哥哥恭喜啊 拿下了清禾科技的大單子 這就相當於提前給公司完成了一年 命 顧總知道了肯定會被你光顧相看吧 你要升職了 等我得到顧總的青睞 他臨時就配不上我了 他現在沒了工作 只能乖乖的奉上架著 求我來去的 我臨時這個賤人還真有點本事 要不是他拿下了夢 我們也搞定這個單子 你說要開口 上座能死嗎 人嗎 都是追求利益的 我已經跟陳總監說好了 清禾訂單的提成分攤一半 這是我們公司這一年來最大的提成 少說有二百萬 那這麼說 臨時就只能在家給你洗一套飯啊 等會哈哈 哎呀 哥哥 人家只是你的乾妹妹 你說 你要是有了 會不會把我給忘了呀 怎麼可能 你是我最愛的乾妹妹 跟我結婚之後 我就把他們大的錢 安揚好不好 耶 啊啊啊 你們在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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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個 林師姐啊 什麼事啊慌慌張張的 瞧一名 你為什麼要辭退了 小致 我這是為你考慮 你想咱們結婚之後 你就可以安心在家相互轎子 你問過我意思嗎 別那麼擅自替我做決定 哎林芝姐 這就是你的不對了 哥哥呢他只是怕你工作太辛苦 才把你的小組組長衛生上給你 說什麼 這就是你裁了我公眾 是不是小組你出軌了 好你的小情人上位 胡說 我跟真真是清白的 啊我胡說 還可以 我說你真是萬惡的資本家 在國外還不忘奴役我收購上身 哎呦 你不是說一下飛機就來視察本牛馬的 工作成果吧 怎麼現在才來 哎 抽空結了個婚 什麼 萬年鐵樹開花了 我是誰啊 到底是哪個小要件 搞走了咱們的純情霸走 不是 哎呀 別嚇倒了啊 現在是工作時間啊 重啟 一天就值得 到底是誰啊 哎 嗯 這能證明些什麼 剛剛珍珍不小心摔倒了 蹭到他而已 更何況他是我媽的甘願 是我的甘妹妹 我倆能發現些什麼 甘妹妹 甘妹妹 甘妹妹會給我發你清他的照片 甘妹妹會在我過生日的時候 讓你去陪他跑溫卷 還發朋友傳來噁心我 甘妹妹會把他的情緒的名音 隨便丟在你這個哥哥的床上嗎 閉嘴 你們甘姐兄妹的名義做了多少悟觸的事情 還說我小心呀 你為了在座的各位 有誰能忍受自己的男朋友 有這樣一個哥妹妹 不是我沒有 你是嫉妒我嗎 嫉妒我業績比你好 你就故意別造成有反應來污衊 我是不是 我嫉妒你 你靠著喬一民這如盛神 這麼多年來 有一點亮眼的成績嗎 相反 商務部的大部分合同 都是我一手促成的 別說是你了 雖然喬一民現在的這個位置 你是靠我的業界 放屁 我當上主管 是因為我自己努力 跟你有什麼關係 以前談戀愛的時候我不計較 但不代表 你可以一直偷我的業績 你知道了 我已經約好清禾的夢 今天下午來公司簽合同 這是公司一年內最大的單子 就憑這一點 你就不可能開除 清禾的單子 清禾的單子是我經歷 跟你有什麼關係 沒睡醒就喝杯綠塔給我醒一醒 小明 林遲 你看清楚 合同的負責人是真正 你說什麼 這是怎麼回事 你最清楚我和孟總的洽談進度 你提前解虎了是不是 林遲 說話是要負責任的 這個項目 從頭到尾都是真正在 就是 林遲姐 你要想在盛世立足 你得靠自己的實力啊 為什麼要每次都忽蔑我 喬一鳴 我們在一起兩年了 沒有想到你這麼狠 你為了你這個乾妹妹 居然毀了我這麼多年的努力 生事商務部的離職率出席的高 我們暗中調查後發現 商務部的訂單 經常出現更換合同庫的人情 有人作假訂單業績 是的 最近清禾的訂單也有這樣的情況 前妻是一個叫林職的員工 來不及交了 這個叫林口 他個人是一個聯名 想為他 他豈能信任 他óle勢 去找林哲和徐贈 你 不要再減 女人 就應該在家鄉夫較子 你以後還是不要拋他露面 我養你 每個月給你一件事 一千塊的生活費 你只需要 把我們一家照顧好就行了 對啊 林志祺 你想想 哥哥呢在外面拋頭露面的賺錢 你在家裡享清福 沒有什麼不滿意的 一千塊 一千塊讓我給你們當全職保姆 一天二十四小時全年無休的自毀 噁夢呢 林志祺 你能不能為我們未來多考慮一些 你總是讓我一味的付出 那你呢你付出了什麼 許寶華上班在幹什麼 讓開讓開 許寶華上班在幹什麼 徐總監你來的正好 喬一鳴和徐珍珍 要搶我幸福的單子 我每一次和孟總聊完之後 都是直接向您匯報我的歇約進度 麻煩您幫我證明一下 幸福的單子一直都是我跟進的 徐珍珍在給我回報 什麼 徐總監 你為什麼要跟著他們一起騙人啊 林志祺 你一個小組長 沒什麼質疑我呢 林志祺 我知道 你一直忌妒 徐珍珍年輕又漂亮 他一面又走得這麼近 他一面又走得這麼近 但是 但是這工作和生活得分開 我一直以為你夠專業 沒想到 你也是這種滿腦子都是爭風吃醋的 居 清禾的訂單 關乎著整個公司的營收 你就算再記住珍珍 也不能破壞大局啊 原來清禾的訂單 真的是珍珍談下來的 真是不明則以一名驚人啊 其實也沒什麼了 這次啊 隔壁隔隔隔幫 這裡面有我們兩個人的功勞 熬夜做報表的是我 在夢中跟前盲情盲後的也是我 怎麼就變成你兩個人的功勞了 我跟喬主管都沒跟徐珍 而你啊 什麼證據都沒有 僅憑一張嘴在那說好 別敢搶徐珍珍的訂單 就是 珍珍好不容易抬下清禾的單 這你呀 太不要了 之前很多商務部的同事離職 都說公司內部有黑幕 那個黑幕該不會就是你吧 明白 好 既然你們都不相信 我給孟總打電話 到時候就知道誰下方 好像商務部的人打起來了 對我也聽說 好像是因為清禾訂單 反正挺激烈的 是的 出什麼事了 蘇總 好像是商務部的人 他們正在爭是誰欠了清禾的訂單 哎 那個人是誰啊 怎麼連蘇總家添塌的 聽說今天護士集團總裁要來試查 難道那個人就是顧總 顧總 我給孟總打電話 到時候就知道誰撒謊了 你 你瘋了嗎 孟總是我們公司最大的客戶 非要拿這種爛飾的去 髒了他的耳朵 怎麼想毀了這次合作呢 這麼害羞 還怕我給孟總打電話 看你是心事了吧 你瘋了 你弄弄了 真真一心為公司付出 而你只知道真風失詞 到底有沒有一點 被公司付出的大奇怪 陳總監 顧總馬上就要到了 他還在這混呢 你不覺得 有損我們部門形象嗎 說得對 你們倆把他給我趕出去 顧總 正好 顧總來了 讓他看一看咱們公司的屋煙漲線 想把這件事你鬧的顧總了是不是啊 你是不是想哈記你這個公司 弄他我 顧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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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事吧 你沒事吧 顧總 你是顧總 蘇蘇你怎麼來了 這一位男的就是顧總 你是顧手 我不是 我 我是 我是顧總的司機 顧總今天有事來不了了 讓我過來說一聲 是吧 是吧 嗯 啊 對 他的确是顾总的司机 就说嘛 顾总怎么会为林指 这个小鹦鹉撑腰 你们刚才怎么回事啊 是谁允许你在我 门的集团里闹事的 你个臭司机 用你说话的份吗 他的话就是我的意思 苏总 可能有点误会 事情是这样的 珍珍拿下了清和的订单 但是林指出于忌妒 要抢夺珍珍的功劳 我们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恶劣 而且我们怀疑 之前发生的同列问题 也出在他身上 所以有权退退 你电脑黑板 分明就是徐珍珍 他抢我的订单 对呀 林指 我怎么给忘了 我和陈总监都能证明 订单是真真拿的 而你呢 谁能给你 我能证明 你这个破司机 你能证明什么 你懂合同吗 你懂什么叫商务 你该不会跟他是一伙的吧 好 那就是说通了吗 苏总 他那么多欺负我 商务部内部的问题顾总已经知道了 苏总今天过来 就是替顾总来处理问题 苏总 啊 相关的证据你不是已经找过了吗 没错 啊 你自己看看 这些资料 这些资料证明 清河的订单 一直是林指在乎的 赢到最后天约 才突然换上徐珍珍 他才是受害者 原来林指真的是被冤枉的 是陈总监和乔主管 帮着徐珍珍抢林指的订单 我说 苏总 这可不关我的事 我是被他们两个给蒙蔽了 帮他们抢订单 做伪证的不是你吗 你 你什么你啊 苏总 这事怎么办 苏总 我认错了 这次事务昏头了 我在工作上兢兢业业 业绩也在部门排前三 求您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没错 苏总 就饶过我们这一次吧 我们知道错了 多多多多 年载你们为公司的风险掌 这一次先扣一个月的业绩 全公司通报批评 再有下次都给我滚出公司 乔一鸣的办公室都比我的大 我也要一个 金城卫士 啊 林志小姐 我代表公司向您道歉 您能拿下亲和的合同 说明你这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我做主 你身职为副主管工资翻倍 这么处理 你应该还满意吧 谢谢满意满意很满意 你们几个都去开会 那我 我就不方便带着你了 你跟林小姐 好好在这研究合同 学习学习 好的四季 好好好 刚才 谢谢你帮我说话 谢我干什么 清和的订单本来就是你的功劳 哎 你不是没有工作吗 怎么变成了顾总的司机啊 你不是说只要肯努力上进 一切都会变得更好吗 我非常赞 你去划 所以我就去应聘了顾总的司机 没想到这么顺利 那要是没什么事 我先回去啊 哎 你没事吧 是不是刚才不小心磕着了 你家在哪 我先送你回去 万一受伤了 得先处理一下 不用送我回家 不用不用送我回家 我家特别远 你这么一来一回的 太麻烦了 哎呀不麻烦 你也是因为我才受伤的 走 我送一遍 苏妍赶快帮我租个房子 越破越好干净的 你在说什么 叫车 走吧 乌眼脑子进水了吧 这也太夸张了 你就住在这 哎 想过你去 没想到你条件这么艰苦啊 这么尴尬 我应该干点什么 嗯 走开 要不然 你搬过来和我一起住吧 你要是不说话 我当你答应了啊 走吧 哦 哦 哦 不开心的事 就让他过去吧 嗯 跟我过来 坐吧 把衣服脱了 在这 嗯 嗯 小生生 想什么呢 脱衣服呀 哇 我干什么 趴下呀 我干什么 我干什么 趴下呀 你们家电视就挺好的 沙发也不错 整个装修我都非常的喜欢 我妈送的这个颂子观音也非常的大 我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这个颂子观音它开过光 这个颂子观音它开过光 就是妈行我知道了 太好啊 其实这些都是我爸妈不知道 本来想要当婚房用的 那个叫什么乔一鸣的 他根本拍不上你 分开了挺好的 你这么优秀 值得更好的 一直都有人那么夸我 说我很优秀 但是 我根本不喜欢这种夸境 优秀不好吗 我爸妈都是医生 又很要面子 在外人看来 我们家就是优秀体面的高知家庭 所以作为他们的孩子 我也一定要优秀 从小 我就有上过完的补习班 其他小朋友正是玩的年纪 我去一天都不敢送信 所以啊 优秀体面的形象 优秀体面的形象 在我们家大过于天 我爸妈 之所以接受乔一鸣 是因为她的职位 足够体面 我怕要是知道我俩分手了 非得杀了我不可 但是不忍不忍 是因为她 reply 你来临时 你来临时 看看我 你去腥胖 肯定 去腥胖 要是Wa 你去腥胖 人物的感觉 还没错 那当然了 我是你老公 当然有勇 我去洗澡了 哎那我今天 因为我 你在哪里 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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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凌智 快点清醒一点 麻烧污人吗 顾景山 怎么了 你进来一下 这是要 這回總不是我誤會的罷了 顧景山你過來了嗎 要我出去玩 又被人家在幹什麼 你別這樣幫我自己一直碰碰 你去幫我找關手 關手找到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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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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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睡了 休水龙头辛苦了 奖励你明天的早餐 这昏洁的还挺值得 这怎么呢 你这也开心 瞧你那样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你昨天给我找什么破房子 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越破越好 惊喜 儿子我来了 阿姨你来了我先去工作了我们聊 好好好 好 好 儿子我专门让管家去故事商场的金店给拿来的 咱们一起看看啊 你看这一套秀气典雅 适合订婚哟 你看这一套大气端庄适合以虾片哟 没了 这兄弟们 怎么没了呀 这孙子 和孙女还没选呢 算了 今天的小纸 亲自到金店全给选了 哎呀妈妈妈媽妈妈 你这样暴露了吗 我不管 別人家的兒媳婦有的 我家兒媳婦也得有 我可不能虧了小指 您這樣我帶他去行了吧 也好 剛好呀 你們小兩口去培養培養感情 哎你可多買一點啊 要是小指受了虧 我可饒不了你 知道了 你們的零件 你帶我來這幹嘛 結婚不都要買五金嗎 你瞧瞧瞧你 你這剛找到工作 手裡哪有錢買五金啊 我又不在意這些 要不別買了 你不行 是代表的我對你做那麼 反正黃金這寶石 就是把資產放來一個形式 一定這樣不能給我省錢嘛 還是算了吧 哎 我说你俩到底买不买呀 不买赶紧走 别耽误我们做生意 呦 乔先生 乔先生 又带着妹妹来买黄金呀 哎 我们这最近新到了几块款式 你要不看看 都拿出来看看 林齿 你怎么在这 他不是顾总的司机吗 你们俩怎么回事 林齿啊 怪不得他那天这么帮你 原来你们俩都都 你是吗 我们俩是光明正大在一起的 简然你给我弄梦 小纸现在是我的妻子 你把嘴巴放干净点 乔一鸣你搞清楚 我跟你已经分手了 我愿意跟谁在一起 就跟谁在一起 哈哈 林齿你你这是饿了 这种司机你也吓得了口啊 林齿 你是不是脑袋被驴铁了 你不跟我这种优质的男人 在一块过 你居然看得上这种下的人 跟他在一块 你简直自甘堕落 你说谁是这样的人 当然是你啦 你一个一辈子只能给人开车的司机 一辈子呀只能在社会底层做 劳工 当然啦 我可是盛世的高管 未来一片光 你居然为了一盘的架势 就跟我分手 那简直就是目光团情 司机怎么了 他也是靠自己的双手算起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他没钱 也会想着给我买手势 和你呢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哪一次不是我发现 就算谈结婚了 你也没有想过给我买骨鸡 我本来以为你是手头拮据 现在看来 都是给徐珍珍买手势了 你还想让我给你花钱 一分手 你就给我找了个小白脸啊 像你这种水晶洋花的烂货 免费送我我都嫌脏 你还想让我给你花钱 你敢打我 那是你活该 你告诉我 小主持人的一切最好 你 现在去把你们店里最贵的手势拿出来 最贵的手势你买得起 这不是全世界只有一张的黄金制增 VIP黑药卡吗 是有故事集团的总裁顾总裁有 你是顾总 你 你 该不会就是顾总吧 不可能 他就是顾家的一条狗而已 肯定是看过顾总用的 所以弄了一张假的 这卡肯定是假的 我不忘了见的 十块能买二张 原来是张假的呀 穷人就是穷人 我想着怎么努力赚钱 整天就知道他门管天 活该穷一辈子你 不管这张卡是真是假的 我现在以顾客的身份 要求你把手势拿出来 你说拿出来就拿出来 那可是我们店最贵的手势 喝着碰着了 你赔得起吗 没关系 你就拿给他 我看他一会怎么收拾 这套是我们店最贵的一套黄金 象征着上流社会 像你这种浑身地摊或者下流司机 别妄想了刷卡吧 是真是假刷一下就知道了 锦珊我知道你没想到头截 你的心也无聊了 别上头了 你选择了 行啦 你们俩别默默叽叽的 到底还刷不出来 要是不想刷的话呢 给你个机会 跪下来就我三生爷爷 我可以放了 就是 你与其在这打肿脸充胖子 不如给我们哥哥呀 磕三个小头 我哥哥心情好呢 说不定还给你赏几个 尖兜子 刷卡 知故失败 哈哈哈 我看见没 我是不是说这张卡是假的 怎么样穷逼窝囊肺 小脸疼不疼啊 早说了让你认怂下跪吗 你非得装这个病 现在好了 打脸了不 黑们 我们这接待的呀 只有像乔先生 和徐小姐这样的贵客 让你这种下等的穷世界赶紧走 再闹事的话我就要保安了啊 画为手的太早啊 卡刷不出来是因为你机器的权限不够 换个更高权限的人 哎 你还不死心呢 你的脸皮怎么比城墙还厚啊 是不是你的卡一直刷不出来 我们就得在这陪你一直等啊 啊这种穷货 脸皮不厚怎么行啊 没给社会做什么贡献 又浪费空气 我要是他呀 都不配活在这个世上 是黄金至尊VIP黑药卡的专属刷卡铁士 这张卡 怎么这么高权 你们这种穷货员就适合买那些低滩货 像这种地方呢你们就不配了 他拿过来 你只带着这个穷逼啊 你滚 你滚 你他妈的 住手 這張卡是誰的 王經理啊 誰能幫我把你給吹來了 這張假卡呀 是那個窮鬼司機帶過來的 真是瞎了他的狗眼 趕來我們店裡鬧事 我這就把他抵出去 說什麼 王經理是吧 你來的正好 這兩個人是誰 可不知道從哪個下手 都爬出來的老鼠 魂是一股酸臭管啊 跟這種嚇的人逛同一家店 簡直拉低我的檔次 我是你們店VIP 我要求你們把他倆給我趕出去 沒錯 而且啊你們還要在門口立個牌子 上面就寫著 司機與狗 不准於內 畢竟啊 不是所有人都有資格跟我們逛 討論在身上 你們去開箭二位放心 我這就去立 你們兩個 還不趕緊走 對 知不知道他是誰 顧總 十分不正 是我管理不周 顧總 你是顧總 你是顧總 我 我當然不是啊 呃 這位經理可能是認錯了 我是顧總司機 啊 是 我遠遠看見我顧總 那時候 他就跟他在一起 是我也是糊塗認錯人了 我就說嘛 這窮司機怎麼可能會是故事 那既然認錯了 就趕緊讓他們滾 否則 我 我就還你借 VIP給退 沒問題 我現在就幫你推卡 這位先生 您這張卡 只是一張沒有門檻的聯合卡 而且消費記錄顯示啊 您經常購物 又無理由退貨 所以這張卡 本來就是要被取消的 屁我什麼時候退 啊 我說怎麼每次在公司看見你 你總是會帶新手勢 而且到過一次之後 就再也沒見到我 你這個妹妹對你也不是真心 你送給人家禮物 轉頭就退了變線去 徐珍珍 老子給你花錢 把老子都去 啊 哥哥 你聽我講 聽我解釋哥哥 哥哥 哈哈哈哈 還有你 我我經理 我錯了 我不知道他們用的是聯合卡 最大的錯 就是作為工作人員被告踩地 也不需要你這樣的員工 你開除了 我經理啊 我錯了 你再給我一次機會吧 你再給我一次機會吧 我經理 顧 顧客是來買金式的吧 恭喜二位 因為二位是踏進我們店裡面的 第一萬位客戶 店裡面免費 送你們我們店的鎮店之寶 我沒聽錯吧 這麼貴重的東西送給我 啊 啊 我 青光過頭了 把金子金子金子 天哪 天哪 這可是五百萬 就這樣送給他了 蔡先生爺爺 你終於肯約我這個孫女 不忘我每年都給你上香 謝謝啊謝謝 這是送死觀音 不是蔡先生爺爺 新城澤民 反正他們都是同事 觀音姐姐一定會挑戰 你 一個小小小民 幹嘛不高興呢 拜託 這一定值很多錢 我都不知道賺多久 今天居然白擠 而且 我還看到了 喬一鳴那個王貓蛋吃逼 逼替我都高興 他這麼高興 那他要是知道我是故事集團的總裁 也高興成什麼樣啊 那我要是再說一件事 其實我是故事 何一鳴那個王八蛋 居然之前一直在騙我 不對他也連騙我了 他自作自受 現在學真立騙 這就叫狗咬狗吧 小致 如果 我是說如果 如果有一天我騙了你 你能不能原諒我 如果你要騙我 我們就離婚 我最討厭別人騙我感覺 那種感受 一點都不 不僅是 你不會騙我的對吧 你不會真有事瞞著我吧 我告訴你啊 你要是 你要是瞞著我的話 除非你找到一個有不凋謝的白玫瑰 否則 我這一輩子都不可能原諒你 我看我 曉我 我了 今天我送你去上班吧 我送你去上班吧 我送你去上班吧 你眼睛的闪光明 麻煩你 快走 喂黄末 以后不用酒什么 啊你要自己开车吗 不是啊 老婆 我們什麼時候復家 金山 你要不先回去吧 我這手頭還有工作沒做完頭都大了 什麼工作這麼急著 我最近在忙藍心集團的合作 我問了一圈人 都沒有找到藍心集團合組生日會的邀請盤 我再想辦法 他什麼呆呐 他什麼呆呐 你 做什麼東西啊 這是藍心集團合總的生日宴邀請來 你平時又不參加宴會 準備跟你說一句話扔著哎 不是 你什麼時候對這種宴會感興趣 哦 哦 難道是 嫂子管饒你 哎 哎呦誰能幫我找到邀請喊 藍心河總生日會的邀請喊 你怎麼拿到的 你 還是顧總的你怎麼 你怎麼會有 你打電話不是說 想要何總生日你的邀請函 我就問了一下顧總是顧總給我的 原來如此 我太開心了 哇 哎 不是啦 我最喜歡的 好 呀 你怎麼沒有 是不是 我 是 我 我 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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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去工作 這是一個親和科技 怎麼能跟臺大氣粗的藍心集團相對 因此你別等於 等我拿下藍心的訂單生意主管 叫要壓你這副主管一頭 那就等你拿下合作 再到我面前狗叫吧 現在我還是你的生死 哥哥 看看 你看 真真這次只是想和你公平競爭 你不要把新眼方那麼小 你再次一定要爛的 這次有我幫他輸定 就憑你幫他 你忘記你之前訂單怎麼拿下來了 全看我 憑你什麼意思 你覺得自己很有能力是嗎 你們這些女人懂什麼善言 那些客戶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簽合同 那些都是我帶來的詞語 都是我家哥哥帶來的詞語 好心提醒你 今天晚上是藍心集團合總的生日夜 而我哥哥呢 早就已經把我準備好了邀請函 我們還一起背了一份後禮 耶 沒機會嘍 那就看看 弄死誰手吧 你怎麼也有 而且我還有一份大禮 你想知道是什麼嗎 試試 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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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何總的獸禮都壞了 我看你還怎麼跟我爭 今晚的生日夜 聽說何總邀請了顾總好幾次 不知道他會不會賞臉 哪個顾總呀 能讓藍心集團巴結的 還能是哪個顾總 當然是京城第一的故事集團顾總 他會不會賞臉 你嚇得心是啡 你哪個顾總挺好 你自己夥伴的 我還沒要 你宣傳太太不吝嗇 你怎麼不吝嗇 你怎麼壞 你行嗎 你不吝嗇 他就不吝嗇 你我會不吝嗇 你你不吝嗇 你不吝嗇 快点回去了 坏了 你别担心啊我有办法交给你 隐身 这不是咱们妈给咱们的观音像吗 对 顾总和我说这个何总特别喜欢收集观音像 咱们这个观音像 妈说过是大事开悟光的何总一定喜欢 真的吗 何总喜欢观音像 谢谢你啊景深 先去找我 我在外面等你 哎呀顾总没想到您真的来了 你说您来也不说一声 这是远迎啊 你这你来你也不说一声 真是远迎啊 何总您先忙您的 我我我肚子不舒服 我我要拉宝宝 我 哎顾总您慢点啊 那个人就是顾总 背影 跟景深好像啊 何总好 何总好 何总 何总你好 初次见面 我叫乔一鸣 我是盛世商务部的主管 早就听说您 气宇宣王霸戏外露 如今一见呀 真是和传闻当中一模一样 何总 就让你的威名能跟你们合作 是我们的人行 给您备了一份薄礼 望您向那 有心了 何总你好 我是盛世商务部的副主管林纸 这个也是我送给您的礼物林纸 拿礼物出来之前都不打开先看看吗 等会打开呀是一推破烂 太吵了 果然是你搞的鬼 那你就睁大眼睛好好看看 我送的礼物是不是货了 何总更喜欢谁的礼物 何总 听说你喜欢观音像 我刚好得了一尊拍了光的观音 看看你喜不喜欢 这是 吴臣大师的宋子归音 我听说一位私人收藏家 花了五个亿把他拍下来 我一直在找他呀 李小姐你确定要把他当作礼物送给我吗 何总 这个观音像他 完美了 这个礼物我太喜欢了 哎呃 李小姐我听说 你们盛世在和我们蓝星谈合作 我们现在就可以谈一谈啊 真的吗 那太好了 何总这边请 何总何总 他是骗你的 林芷啊 是个普通家庭出身 他男朋友呢 是个破司机 这样条件的人 能拿出五个亿来给你送这个 真相知五个 那就是这个观音是假的 他说的是真的 何总 不好意思啊 刚才我想跟你解释来的 这个观音像 是我婆婆送给我的 他说这个观音看不光 我又听说你喜欢观音像 回来想要送了你 但是我事先不知道 这实际是一大事 贼心呢 林芷 你买了个地摊假 后来糊弄咱们 活着 现在事情败露 这推到你 不是 不认识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最恨仿冒 我印象的一雕一拙 那都是创作者的心血 猫瓶 是对作品 最大的迷惑 你怎么还在这 你老婆在里边被人欺负了 我还还没闯云 哎我亲还没闯云呢 这一点点的金给你作牛 吗 林芷 我早就说过 你离开我你什么都不许 看看给客户送的什么 你还犯这么大的错 就是 林芷 你买这个地摊户来糊弄 咱们合走 是不是看不起咱们合走 合走 我不是就离联职 我本来不想在这种公开场合 对你动手吧 可是你居然送我们顾客假货 被拆穿了还要在这狡辩 你要是把这个单子搞黄了 坏了都赔不起的 阿总不瞒你说 这个林芷 是我们公司公司不差的 我这件心心扑扑强强到的地点 要被他查走了 我好想提醒你一致 跟他这种合作 谢谢 你这样吧 徐珍珍 你脸皮够厚的 到底是谁抢了谁的订单啊 苏总在公司怎么办 你忘了吗 何总这件事情我能证明 是林芷抢了珍珍的你 他这个人心术不振 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 所以盛世的项目 还是由我们向您做 你听到没林芷 何总的宴会不欢迎你保安 把这个混蛋给我赶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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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你是吧 顾总您回来了 顾总您回来了 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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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总身体突然不舒服 他先回去了 让我过来跟他说一声啊 啊 啊啊啊啊啊 哎呀 这这这么不聪强啊 那麻烦你一定转告顾总 让他要保重身体啊 何总 这个呢 就是领使人老公 郮总司机 他养生意 touch 林小姐原来是您的夫人啊 啊 何总 他只是个司机 你对他弄客气的时候 我闭嘴 要是因为你 让我误会了李小姐 误会 何总他刚刚可是送你假货的 别告诉你这次 吴臣大师的送此观音 有价无事 你打工一辈子都挣不到这么多钱 你怎么买得起 是啊 我是买不起 但是这是顾总送 又是顾总 顾总无缘无故给你送这么珍贵的东西 因为顾总大方 正好我帮过顾总一个小孩 他知道我妈着急抱孙子 所以就把这个送此观音送给我妈 你是说这个是真的 顾总收藏的那一定是真的 你放心 他肯定是知道顾总不在场 闭嘴 既然你不相信 那我有办法证明这个观音像是真的 什么办法 吴臣大师制作的观音像 用了一种特殊的功能 被紫丸线照射过后 会发出银白色的光 这个工艺我也听说过 他真的是吴臣大师的送此观音 何总 既然证明了观音像是真的 那这俩 刚才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诋毁我老婆 还对我老婆动手 是不是应该给个交代啊 不可能 这一定是假的 他用了什么手段 闭嘴 你们两个人 为了一己私欲 故意抹黑林小姐 我的寿宴 不欢迎你们这样的卑鄙小人 搜科 何总 这都是我的错 这一切都是我会 听我解释 林小姐 抱歉啊 刚才误会您了 没关系的何总 我都能理解 您这么喜欢观音 这也是对作者用心的尊重吗 不不不不不 这使不得 您收下 这 与其让这个观音像在我家里落灰 倒不如把它送给一个真正懂的新手 那就谢谢顾总 啊 那位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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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小姐 呃 我对你们盛氏和蓝星这个项目啊 非常感兴趣 我呢 真的吗 他直接喝走了 不行 哎 谢谢谢谢 他在这儿 他干了吗 啊 是啊 我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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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我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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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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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爱曾存些温度 林职 对 现在应该叫林主管了 恭喜你阿生职了 你们消息也太灵通了吧 这不请客说不过去吧 我请你们喝奶茶吧 不客气大家都开始工作吧 不是 爬的越高小心你摔的越瘋 刚升职就这么高调 非得让全世界都知道了 你真是 有机会高调当然要高调了 某些人想高调想疯了 可惜没那个刺客 林职反了天了你 你一个被我扔掉的烂话 我都敢这么跟我说 不客气 乔一鸣 乔一鸣 我们现在是平起 注意你说话的态度 嗯 那者 顾总马上来盛事开会 我有事 把我把你的文件送过去 好的主管 啊 嘶 哈哈 咱们 就是这张 哈哈 看着 好 好 啊 看看 那他根本不清缺啊 現在好了還有什麼辦法能打壓他 還有誰能把得住他 不 有一個人 可以讓林芷 乖乖聽話 顧總他們是在里面開會嗎是 林小姐 林小姐 嗯來送資料的吧給我就行哦好的 林小姐你先去 啊 啊 看我來什麼繼續 你嚇死我了 你怎麼會在這顧總過來開會 我送他過來的 這樣啊 我剛剛去會議室送資料 我都不知道哪一個是顧總 他長什麼樣 呃 他長的和我差不多 啊 你怎麼會在這兒呢 喂媽 周末我們吃頓飯吧 媽有事要跟你商量 行正好我也有事跟你說 嗯 我媽替周六約我去吃飯 你要不要一起去 當然你要是沒有時間 有時間 非常有時間 你就這麼地了 你看媽媽 你怎麼會在這兒呢 看一眼 看來試試看 媽 哎兒子 你看媽穿這一身 哎怎麼樣 去见青年阿姆 何事不 陈宇女士穿什么都好看 快走 小指已经先过去了 我把台里准备好 出发 顾总夫人马上叫来我们饭店吃饭 顾总特意交代 要照顾好夫人 所以今天都把眼睛给我擦亮点 主经理夫人 欢迎 你们 你们酒店的服态度真好 请问105方怎么做 小黄快点夫人进去 快去把我们的镇店之宝 那瓶90年的罗曼妮康蒂拿出来 送到夫人包厢去 好的 真的 我们家虽然是能送的 但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吧 说退婚就退婚 我们家一名好歹也是大公司的主管 那外面多少小姑娘 有多少变子 他能跟林芷结婚 那是林芷的福气 您别这么说 小指他还年轻 心思不在正路上 哥哥 我知道你闯林芷姐 但是婚姨可不少的戏啊 这都是小指的错 我让他给你们道歉 他妈为什么会在这 小指 快给你婆婆好好道个歉 我道什么歉啊 你还以为我不知道呢 你和一鸣闹别扭 还威胁他说要退婚 你说你这孩子都这么大了 你这么不懂事啊 再说 这结婚的情节 已经都发出去了 你现在悔婚 你让我和你爸的脸 我哪搁呢 妈 你怎么不第一时间问一问我 乔一鸣对我做了什么 我才会退婚的 在你心里就有你的脸面是吗 你跟一鸣交往这么多年 一鸣这孩子我能不知道吗 他为人善良又宠着你 这次肯定是你闹脾气了 妈 你去不知道乔一鸣 关我要了一百万的嫁妆啊 而且他还出了给了徐震震 什么 我要那一百万 其实也都是给小指的 出轨一件事 更是无稽之态 我这么爱小指 怎么会出轨呢 再加上真真是我的干命名 我不可能做出这么不知廉恥的事情 徐阿姨 这件事明明就是林鸣的错 怎么可以为了退婚就无蔑 我跟我哥哥的清白呢 妈 我没说谎 你是相信我还是相信他们 亲姐 真真是我的干女儿 从小就跟一鸣一起长大 我看是林鸣妒忌她们感情好 故意找啥 平时在公司 只要有女同事靠近哥哥 林鸣姐就在那要死要活的 我知道 林鸣姐是太爱哥哥了 所以才处处针对我 大不了 大不了我以后不跟这个往来了 我没有 妈 这是徐震震和乔一鸣的亲密账 哎呦 孩子呀 这兄妹俩睡一张床也没有什么呀 妈 你给一鸣道个歉 认个错 高高兴兴的准备你们的婚礼 好吗 不可能 我已经结婚了 哎你你胡说什么呢 我没胡说 我已经结婚了 我这次过来就是打算告诉你这件事情 好啊 你都结婚了 那你不是二手货了吗 你你告诉我 这这郭景深他是谁啊 林鸣 你是不是疯了 我以为你只是王二 你居然真的跟这个穷四季结婚 哎呦 你怎么能跟一个司机领结婚证呢 啊 他对我很好 就和他兄弟四季没有任何关系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女儿 四季这种底层人 怎么配得上我们家呢 你和这种不三不四的人鬼混 你让我和你爸在亲戚朋友面前 怎么抬得起头呢 四季去哪了 顾总 老夫人 哎我儿媳妇来了没有啊 顾夫人已经到了 在105包厢 我这就带你去 哎索雅 说 儿子我们走 我们好歹是个贫困 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 还不至于这个二手货走 别别别亲家一鸣 小时一吃糊涂 我一定要跟你爹混混混混 妈 你说什么呢 你要还是我这个妈 你会要皱嘴 我养了你这么多年 我怎么就养你这么没出息的孩子呢 一鸣 你和小只感情不错 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好不好 约我 我跟小只谈了这么长时间 我为他付出了那么多 我真没想到 他会在这段感情里背叛我 我真的很心痛 但是念在 我们还有感情 我可以给他一次机会 孟强 我不同意 这个林芷 毕竟结过一次婚 你们要想取这个二手货 把他们家必须加价管 那你们想要多少啊 愿我 我真不是想要这笔钱 而是我觉得 林芷新太野了 我想要多给他一些顾忌 我要的也不多 就把你们买的那套婚房 转到我们一下 嗯 另外 再下一个 啊 200万 好吧 妈 你为什么要带他们这么无理的要求啊 还不是你意识糊涂 跟这个臭司机领了这 你要是不抓住一鸣 你这辈子就完了 小纸 你跟我谈了两年了 你现在还结婚 你就是个残花败脑 我还愿意要你 是你的福气 对啊林芷姐 哥哥呢 还愿意不寄钱钱的要你 你就该烧高香了 他是在拯救你啊 你 想要跟我儿子结婚 你抓 你大把 你一个二手过 你还不愿意了 干你的 你离不离 离离离 小纸他一定会离的 我不离 我过得很幸福 我为什么要离婚啊 你这想气死我吗 你这想跟这个臭司机过一辈子吗 王后 婚言过节聚会 你是想让亲戚朋友 都指我们的尽量骨吗 让我们抬不起头吗 妈 那你心里是我的幸福重要 还是你的脸面重要啊 早晚有一天 你你会平凡 妈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 你现在必须跟我去离婚 走 把我护士 走 你敢动我儿媳妇 放开我儿媳妇 媳妇 哎那个穷司机怎么没来 他自己是不是不敢来了 把自己的妈叫来是怎么回事 真是个窝囊 你们两个 就是欺负我儿媳妇的 渣男和小三吧 敢动我儿媳妇 哎 我儿媳妇 你们是不是 嫌活得吵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儿子就是给别人开车的垃圾 你嚣张什么 我儿子可是大公司的 不管 你儿子拿什么跟我儿子争 没错 我劝你还是识相一点 让你儿子赶紧跟小指 他那种垃圾祸死 跟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阶层 确实不是一个阶层 你都不配给我儿子铁鞋 还真是又穷又能装 儿子没有本事 这个妈脑子很瘟子 这样的家里连狗都不嫁 林芷啊 你跟这样的人混在一起 你都不嫌掉价吗 你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这位女士 她们说的没错 你儿子和我女儿结婚 不就是看着我女儿 比她条件好吗 想高攀我们家 我明确的告诉你 我们家别不认这个女士 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谢家母 什么身份不身份的 咱们都是女性 都是想让孩子们不开心 是不是啊 过得幸福才重要 你知不知道什么 叫平静的夫妻百事哀呀 你们家是穷人 那当然指望着找一个有钱的女方 来扶贴 这话 好像说坏吧 你们一家子 才有这种小心思 小指都给我说了 你们出 不关的彩礼 也不支持的要一百万的嫁妆 这才叫胡平 你懂什么呀 哈 又是个二手货 我们都要嫁妆怎么了 人不要你啊 天下 你们要饭啊 都要到未来的儿媳妇家了 我是你啊啊 我都羞慧而死 你个贱人 我死了 哎呀 景深 你就是顾景深 哎 你要混账东西 你敢推我吗 是你们先动手的 岳母 你看看这个四季 一点素质都没有 这么看呀 他一定是人品低劣 这种下贱的东西 怎么能配得上小纸 素质啊 看一个破司机 没读过几本书 就算了 还提素质 啊 还提素质 也就临时把他当个宝了 就是你看看小纸 这就是你找的人 你张仪再怎么说 也是个长辈啊 他就一进门就动手打人 太有笑话 没错 你跟小纸在一块 就是拉低小纸的身家 你这种臭水狗里的老鼠 我见多了 自己不知道努力工作 只知道走捷径 有我在 我不会让你拉着小纸吸血 乔一鸣 你才是吸血的那个人吧 乔一鸣 你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生长 是狗叫什么 够了 顾景深是吧 你根本就不配我女儿 你要是针对我女儿 有那么一点点真心 我劝你呀 最好自觉的离开他 妈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根本就不了解景深 你不能这样否定他 我看你是被恋爱冲昏了头脑 你跟一个司机混在一起 有什么前途 我跟你爸 花了大半辈子时间 还实行了等级跨越 我 我不想看着你动了 金家木 我 景深啊 他是 小纸 你妈不会害你 我是盛世的高管前途无量 现在盛世被控制集团说过 我的身价是水长传告 而他 只是一个最底层的司机 只要是个阵朝人 苏师们该怎么选拔 高管 配当这个高管 苏妍 把乔一鸣和徐珍珍给我开 把乔一鸣和徐珍珍给我开 我的好大儿 你可真棒 开我 你只是一个安全马后的司机 在古代你就是个奴才 连给我提鞋的资格都不配 你还想开我 演的真好 你这么会演 怎么不去当演员呢 哈 还看了我们你这种人呀 也就零尺三个宝 你看看啊 你长的什么人啊 没有本事不说 还满嘴的垮别人 等一下 各位贵客 我是饭店的经理 为了欢迎你们的到来 我们饭店准备了一些薄理 还忘笑呢 贵宾 谁是贵宾 这东西送给谁的 我在盛世当了这么久的商务员 现在还备客故事集团 肯定名气很大 这个经理难道是来巴结我的 这位经理 没想到您这么客气 给我送这么多贵重的礼物 这个 儿子 这都是送给你的 当然了妈 您儿子在故事集团 大小也是个主管 手握那么多资源和人脉 当然有人给我送 哎呀哈哈哈哈 还是我儿子有面子呀 那东西肯定可贵吧 当然了妈 就就那金子 就值不少钱啊 哈哈哈 谁说哥哥厉害去哪 都有人送礼 不像就穷司机 也只配给我们填奖了 小纸你看见了吗 为什么妈让你选择一鸣呢 嫁给他你是有前途的 妈 乔一鸣 你确定这些东西都是送给你的吗 这些礼物不是送给我 难道是送给你这个没有出息的穷司机吗 住口 谁说这些东西是送给你的 是 在这里我的身份最高 不是送给我的还能是谁的 当然 是送给这位 顾总 十分抱歉 我立刻将在这闹事的人赶出去 顾总 朱经理 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你 你叫他顾总 对啊 朱经理他不是顾总 他叫一穷司机 住口 你们两个算什么东西 敢对顾总无理 你 喂你怎么回事 竟然敢得罪顾总 一个徐珍珍被开除了 这是顾市集团总部 直接下巴的命令 我也救不了你 你自求多福吧 陈总监我 陈总监 二十三 你走 我知道错了 使我有眼不是泰山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顾总 顾总 我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这样了 不要让公司开除我们 要是顾市开除我们了 那还会有公司要我们呀 我真的错了 哎哎哎大老板 高材贵手 放过我儿子吧 你们三个 全都给我滚出去 小致 您看在我们这么多年感情的份上 你帮我给顾总 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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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 好不好 乔一鸣 你还有脸求我呢 你出轨徐珍珍的时候 用婚礼要挟我 要高傲嫁妆的时候 你有想过我们俩的感情吗 小致 你知道的 我父母都是农民 我从小穷怕了 我知道 我不该这么算起你 对不起 孤子 我是混蛋 小致 把我给顾总 小致去小致 我走 警告你 别再就找小致了 好你个混账东西 你看出对我女儿 你怎么能断交对她呢 就是 小致是多好的姑娘啊啊 你这个薄情寡义的负心恨 扎门 我要打死你 哎 你打我儿子 你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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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渣男呀 他真的太会演戏了 我儿子呀 对小致是一心一意 你没见过 他对哪个女孩子这么专心 他 配得上小致 是是是 顾总 都怪我有眼不失太深 你千万别怪小致 阿姨 您教我谨慎就好 我非常理解您 我知道您是为了小致好 但是也希望您 以后多听听小致的意见 小致 都怪妈太固执了 差点把你推入火坑 都是妈的错 你原谅妈好不好 以后妈再也不逼你了 也不逼你了 在说我 不逼你了 你让我偷老公 一起逼你了 你为了你 你担心 你 把我 你 你 谢谢 我 你 你 我 我和你道歉 京城第一集團 故事集團 總裁大人 看我這樣一個普通的女生 勤儉絕約 為生活奔波很好笑是吧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真的不是有意要騙你的 我其實之前一直都想告訴你 但是我又怕你生氣 我今天來 就是想把所有的事情 都給你解釋清楚的 我說過 如果你要騙我的話 我們就離婚 我最討厭別人騙我了 那種感覺真的特別的噁心 最重要的是 那個人居然是你 也對 我們不是真正的夫妻 這只是一個遊戲而已 所以這幾天真是辛苦你 給我擠這麼破的一個房子 我們離婚了 是 這惹 有 你 你要這樣嗎 你是京城首富 我這兒妙小 容不下你這尊大富 我就是走 哎哎哎我不行哎你怎麼了 啊我我我頭疼 今天都能走不掉了 顧景山 你能不能別這麼幼稚 我就是頭疼嗎我 哎 走走走走走不再見 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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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你跟你一半的时间 只能有一个时间 只能流动 爱我 我尊敬 我抱着我 我抱着我 我能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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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我能生货 你会想 你却不想 给你 你 你的情话 我算你 你真的想我可以 干净 顾总 我是过来送咖啡的 咖啡送过来了 我先走了 小沈 对不起 我真的知道我错了 你给我个机会弥补下吧 顾总 我们现在只是普通商下级关系 这样做 别人会误会的 有没有 哎呦 好痛啊 原来是这样 你有今天需要个屁啊 滚这 不是说好给你当军师的吗 女人都是要哄的 怎么哄啊 追击108事 第一是投其所好 你想想看 他有没有说过什么重要的话 都是林芷这个贱人 害我被公司开除了 女人也跑了 钱也还不上 不仅是 啊 凭什么你们活着逍遥自私啊 你什么 啊这次 下地狱 哈哈哈哈哈哈 小霹 耶 我喜欢的是她的人 又不是她的钱 我想这么多干什么 我得去找她 小植 大哥我们找一下十八东的凌晨 林小姐是吧 曾经今天来找他的人还挺多的 刚刚他男朋友刚进去 男朋友啊就那大胡子嘛 喂哎哎 哎 蔣一鸣你要干什么 你是个小姐 你把我还这么做 我现在过得猪狗 你觉得我要干什么 去口径 顺便带人过来好你慢点啊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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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 女生 路上 你来晚了 哈哈哈哈 路上 你说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一出生下来 就能经历一世 还往后生 为什么 为什么 凭什么 凭什么你们不用努力 就能获得一切 这又是凭 凭什么 你以为 顾先生真的爱你 他们这些好 你这种种面子 能不能玩你 你看他有没有 你心里 错了 只有你这种 卑鄙 无知瞎流的人 才会把爱你的人当成万物 小致 我不管 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在一起了 我今天只想告诉你 我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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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 还有功夫在这弹琴说案 啊 我 我今天 就毕竟活着出去 我要带你们一块 下地 鞠 哈哈哈 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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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近山 近山 抓你 啊 我 哪 啊 啊 哈哈哈哈 先生啊 你要是瞞著我的話 除非你找到一個有凋謝的白玫瑰 否則我這一輩子都不可能原諒你 對 對不起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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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固定生 你不是答应我要补偿我的吗 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呢 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我喜欢你 你为什么叫死 我这一天一直在回想 我们从一周当书记 真的过得好过 我真的好想好好爱一个人 不要那么快 要慢慢的 吴醒珊 你能给我一次机会吗 啊 好了好了 给 小山你没有死啊 他好了他好了 好了好了 你没死啊 没想到 你这么爱我呀 你是故意的是不是 你看我哭的那个样子 你特别开心是不是 你没事吧 你疼不疼 医生说我伤得很重 你别再打我了 对不起了 这个项链 真的和你很累 刚才 我个圈都听见了 你听见什么了 我也喜欢你 嘿嘿嘿嘿 你带我去哪 到了 小致 你愿意嫁给我 你再来 你愿意嫁给我一个小 começ 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 找你一辈子吗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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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我也爱你